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这两个呢它就是您的意思但是我们是分成它分动词变化的时候它是分成第三人称代词的 对的没?是这么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三个都是您的意思 好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负数的第四的几种人称 好这边是一样的跟这边你看这个它是第二人称您您但是您一样的 但是它的它的怎么变呢?变呢?它都是动词变法呢? 它都是跟这个第三人称的来变的 对的没?好这个就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pronormative specialize hectares 好我们看一下 呃我们在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之中呢 那我们也学了怎么把阳性变成阴性 比如说amigo 朋友 那我们变成阴性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o变成a就可以了 或者senior 后面呢直接加一个a senora shines 后面呢要加一个a还有把这个声调去掉 然后espanol espanola 直接加一个a在后面 那mozambicano 如果是原因结尾的话就比较简单 直接把那个o变成a或者a变成o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哦就是这样子 amigo amiga senior senora shines shinesa espanol espanola mozambicano mozambicana muito fácil呢?很简单 好我们看一下 把名词把这个单数变成负数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变呢? 直接加一个s吗?我们看一下 amigo amigos 对吧 senior 福音结尾的话直接加一个es senioris shines shines shinesa 加一个es 然后把那个中音符号去掉哦 这个要记住 espanol 这个espanol 把这个espanol 把这个es 然后再加一个es 然后再加一个中音符号 对吧 mozambicano mozambicanos 原因结尾都比较简单 直接加一个s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amigos senioris shinesis espanol mozambicanos tudo bem? 这个呢也是我们从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学过的 怎么把单数分成负数或者负数改为单数 tudo bem? 好 下面呢就是有grammatica 不规则动词ser的成数是现在时变位 这个ser呢我们用的比较多 它是是的这个动词 那它怎么变位呢? 我们记住我们现在学习都是成数是现在时 成数一个事实 还有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说我是 我说 我说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吗?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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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其实你看 这个 虞 你 其实他们都是你的意思 应该是第二人称代词 对吧? 但是呢它的变位呢是跟第三人称代词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化为一个而已 tudo bem? 好 復数 Nós somos 我们是 nosotros somos 我们是中国人 nous Somos Ele. S'o. Ela. S'o. Vocés. Senyori. S'o. ohh. Senyora. S'o. 這個呢,一樣的,這三個呢, Vocés. Oh, senyoris. А senyora. 其實是呢,是第二人稱代詞, 但它的變為是跟第三人稱代詞來變的。 所以這個全部歸畫成S'o. 這邊-é. tudo bem?好,這個表格非常重要的, 請同學們多留意! 下面我們舉個例子吧, 要 trabalharR结尾的 我们看一下 R结尾 要把这个R 要换掉 我们换什么呢? 这边换成O 这边换成AS ELE TRABALHA ELA TRABALHA VCÊ TRABALHA O SENHORA TRABALHA NOS NOS TRABALHAAMOS 这句话呢 那这边DU 这边是副数是没有的 ELES TRABALHAAM ELES TRABALHAAM VCÊS TRABALHAAM O SENHORES TRABALHAAM AS SENHORES TRABALHAAM 那这个R结尾 现在是规则动词 就是这么变的 要多留意留意 好,下面呢 我们也学过了前置词 前置词呢 我们学过了 D 这个D用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它用处有哪些 第一 起源 来源 或者我是北京人 SOU DE BEKIN SOU DO BRASIL 我是巴西人 就用那个D TUDO BAY 好,表示性质 这时候后面的名词 不加定贯词了 语言学校 是什么学校呢 LINGUA 就是语言 对吧 那这个学校 它是什么学校呢 它是语言的学校 那这边有没有 D SOU DE LINGUA 好 第三个 表示重俗 这时候后面的名字 要加定贯词 比如说 他是一所学校的老师 那我们就可以说 Eli è professor 他说从一个学校 一个是什么构成的呢? 就是的 再加一个构成的 一个为什麽呢? 一所学校 一个学校 他就是从中学的 他就是从小 就是在这边上班的 这时候也要加一个前置词的 对吗? 好 那我们学过了前置词的 我们也学了前置词 也是非常重要 用的蛮多的 我们先来复习一遍 第一,表示地点,意味着在什么,或者位于哪里,哪里,对吧? 好, 工作在一家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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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企业 我们看一下,下面呢我们也看了物主代词,pronome is possessivo,这个用的也很多,我的,对吧?我这个东西,或者是他的,我们看一下例句子,例句,他的朋友,这朋友属于他的,对吧?是他的朋友,那我们就用deli,o amigo dele,或者他们的朋友,o amigo delas,你看这个是中文, 他们,这个他们是女生的他们,所以用dela,如果是男生,他们就变成deli,对吧?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os nossos amigos,我们的朋友们,对吧?你们的朋友们,os seus amigos, os seus amigos,你们的朋友们,对吧?好,这个就是物主代词,pronome is possessivo 好,下面有基数词和虚数词,我们看一下,一本书,这边呢,记住了,数字的时候,只有1跟2它有分阴阳性的,所以这个我这个例子呢,我的这个例句呢,也是用1还有2比较多,比如一本书,书它是阳性的,我就用deli, 一本书,两本书,两本书,2书 这个第一样的, 天 还记得吗? 天 天是阳性的 所以我们说, 第一天 第一天 对吧? 第一夜 阳性的 第一夜 都没? 好像是最初的今天 第一天 第一天 或者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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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最初的 一一年 两次 二大 一济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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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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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那是第一次的夜。 很棒。 我们来看下一个。 你问的是,quanto? 就是,quanto用的也蛮多的。 一般,我要去超市买东西, 那我不知道怎么问加强, 我就直接说,quanto? 他们就能理解,就是多少钱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房子有几层呢? 我们就说,quantos andares tem a casa? 我们这个时候就用,quantos 多少的意思,对不对? 好,下面,从俗连词, com,引导的原因, 就是,com,就还记得吗? 鱿鱼什么什么,对吧? 鱿鱼他是葡萄牙人,所以 说葡萄牙语, 那我们就可以说,com ele é portugais? 发了 portugais, 在汉语中这边有所以,对吧? 鱿鱼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 在普语中,直接一个 com就可以带过去了, com ele é portugais? 然后,到号,发了 portugais 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对吧? 这个情况下,好,我们再来读一遍 上面这一句, quantos andares tem a casa? quantos andares tem a casa? 下面,com ele é portugais? 发了 portugais? com ele é portugais? 发了 portugais? 好,现在进行食,这个用的也很多的, 我正在做什么什么,我正在吃饭,对吧? 好,那这个是 estar a, 正在什么什么,你在做什么? ok ek, está fazer ok ek, está fazer 这个ok ek,对吧? 这个ek,其实呢, 它就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那我直接说,ok ek, 也可以,你在做什么? 好,第二个,我在学葡萄牙语, estou a estudar portugais, estou a estudar portugais, estou a estudar portugais, elis estou a ver televisão, elis estou a ver televisão, elis estou a ver televisão, 这个呢,是普普中,八普中, 还记得怎么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 o que está fazendo, 直接把那个主要的动词, 加一个into, 英语有点像八普的话, 或者,estou estudando,对吧? estudar,estudando,就可以了, 正在学习, 好,下面,ve vendo, 正在看,estou vendo, 在这边,tudo bem? fazendo,estudando, vendo, 好,下面,estar, 还有ser的区别, estar和ser的区别, estar呢,什么呢? 都是在,对吧? ser也是在,我们看一下, o paolo está na sala, 他保罗在客厅, 那这个区别是什么? estar,时间比较短, 不是固定的, ser它是固定的, 比如说客厅挺大的, asana e grand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ser, 就是a,对吧? a还有estar, 保罗,他现在在客厅, 下一秒他可以在房间了,对吧? 这个情况下可以变的话, 我们就用estar, 那下面客厅今天大, 明天可以小吗? 也不一定, 如果要拆了, 再盖房子也需要一段时间, 对吧? 这个长期的, 那我们就是用ser, 对吧? 这个就是estar和ser的区别了, o paolo está na sala, a sala é grande,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以er, i ir, or, 结尾的规则动词, 成熟是现在时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几个例子, viver生活的动词, abrir打开的动词, bore放的动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做一遍, eu vivo, tu vive, 看的时候, 注意它的词尾, 它怎么变的, 其他动词, 规则性的都是怎么变的, 我们, 大家来自身, 你也下方, 你身, 我担心和忌对丫, 你、 你和尚、 你和尚 pointed, 你和尚丫, 我担心和你和尚丫, 我们要担心, 你和尚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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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和你和尚丫, 看的时候, 我担心和尚丫, 担心和你和尚丫, 就是彼此的變化 所以這邊你看一下 它的詞尾就是 er, ir 把詞尾去掉,詞根不變 這個就是這個表格 就是所有以 而 以 而 结尾的规则动词 乘数是现在时就是按照这个表格来变的 所以这个表格请同学们多留意留意 懂得没 好 现在我们还要看一下反声代词 反声代词在普遍中也是用着蛮多的 但是记住如果你不用反声代词意思也是一样的 可是用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对吧 好反声代词我们看一下 以代这个动词躺下这个动词里为例句 我还要把词我特别做得没 你看 me它就反声我的意思 Tú deitas de te就是 du的反声代词 还有c就是第三名人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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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反声代词 Nos deitamonos 对吧 elis, eras, vocês, sonyores,那是 senhoras, deitamse 这个c你看 单书的第三名人称代词还有付数的就是一样的 那这些呢就是反声代词嘛 你就记住,看到了,你就知道它是指谁,懂得没? 好,这边,终点的表达,终点表达也很重要哦 如果在路边人家会问,请问几点呢? 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回答,对吧? ソウシンクイメイヤ ソウシンクイメイヤ エメイユジイヤ エメイユジイヤ 一般不然就是复数的第三人称或者单数的第三人称 都是第三人称的变化 星期的表达 ケジイエオジ? ケジイエオジ? オジエサンバト ケジイエアモニャン? アモニャンエドミング 那这个就是什么? 星期的表达 读的没? 这个呢,我们也要记住怎么读 星期一到礼拜天,这个日子都怎么读 或者周末,フィナルセマナ 对吧? 这个词汇一定要记住 那一般呢,在这个点钟啊 或者星期都是用第三人称的 你看,第三人称的动词变化 对吧? 好的, wait a minute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前置词 A, PARA, ATE 这个三个前置用的很多 我们已经要记住了 我要去北京 VOL A PIKIN 对吧? VOL A 或者我们要到葡萄牙去 VAMOS PARA PORTUGAL 这个啊还有PAR有什么区别呢? 还记得吗? 啊,时间比较短 不固定的 对吧? PAR一般都是长期的 这个就是两个的区别 或者,我将在北京待到周六 VOL FIKAR IN PEPKIN ATÉ SABADO 还记得ATÉ是吗? 到达什么什么时候 ATÉ VOL FIKAR IN PEPKIN ATÉ SABADO 对吧? 我将在北京待到周六 就是这个意思 ATÉ 对吧? 这边就是A, PARA 还有ATÉ 三个前置词 好,那我们的复习就到这边 我们今天所做的复习 都是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的 还有很多呢 请问同学们呢 可以特别在动词 表格动词那边呢 多留意留意 多下点功夫 对吧? HATÉ A PROSIMO MUITO OBRIGADA 再见,下次再会